陆古香广新国小21名学童在专业的登山祥岛陪同下 花了两天时间顺利攀登台湾百岳 海拔约3422公尺高的和欢山北峰 祖峰、东峰和石门山等四座和欢山群峰 随行还有16名老师及家长陪同 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项山野教育活动 此次和欢群峰登山活动由业一家老师策划 以及校内几位师长的协助 带着四五年级的学生盘登和欢北峰、祖峰、东峰以及石门山 第一天虽然是下雨以及强峰的天启 不过学生们早有换权的准备以及坚定的意志力 比较好玩的地方应该是第一天我们有爬和欢东峰和石门山 因为那时候鱼也不小然后风也不小就是就有点刺激 我觉得爬上顶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 以后看那照片也值得回忆 因为那个我不想要放弃所以我就很努力的爬上顶 到山上的话就是会教导一些小朋友 如果说晚上天气好的话我们会教他看星象 沿途都会做植物的解说这样子 该校校长黄映青说 孩子们为了这个活动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练跑 负重等方式训练体力 就是为了应付这一刻的到来 这个山野教育的发展 我是非常感谢学校老师 我们刚刚的一家老师 还有我们一大群很热心的家长 能够来协助我们推动这样的教育 所以每次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 当然我们平常对学生体能要求非常严格 学生每天大概要跑2到4公里的体能 所以我们每次要去爬山以后 经过长期的计划 从比较矮的山开始训练起 那学生爬的时候不会觉得很难受 那加上我们每次去爬山的时候 我们的家长大部分都能够跟 所以也能够协助我们学校完成这样的一个山野教育 近年来广新国小在校长及权利老师与家长共同努力之下 发展山野教育 培养学生爱运动爱山林的能力 该校长期以来在校内推动跑步运动 每天持续24公里跑步 锻炼基本体能 就是为了登百月就准备 也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 记者曾光佑入股采访报道 挑战和欢山成功 耶 é i know you